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继续来补去年留下的产品 是万代推出的二级系列的EVA三号机 这款产品的话除了三号机之外 产品当中还会打包一个零号机所使用的大盾 所以说这款产品是大包装 售价也是非常的贵 消费税前是要到了6000日元 打开盒盖之后 首先看到的就是零号机的这块大盾 这个盾可以看到在内侧灰色的部分 也是有做分件的 而且在盾的里面就是看不到的部分 看到这里也会有一些六边形的纹理细节 做的还是挺细的 这种身体的板件的话 应该就是和之前的初号机是差不太多的 这个的话又是大盾前面的盾面 还是蛮大的一个零件 这又是盾 盾就占了三块板件 然后身体的部分的话也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都差不太多 和之前的初号机还有零号机 应该都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个颜色 颜色的话这种深蓝色 板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 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做一个大盒子 稍微厚一点应该就能够装得下了 然后这边的话说明书 感觉这个说明书和以前的产品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装完了再说吧 直接开工 发生了一个人 画面的转型 再次我们进行藏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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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全部组装之后来简单的聊一聊 我对这款产品的看法 首先这款产品从头部以下的位置 全部都是和之前的零号机是相同的零件 同模换色的结构 所以说刚才也没有再重新拍一遍拼装的过程了 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头部完全就是全新开模设计的 这个头部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挺不错的 体积非常小 首先头部还没有我一个指甲盖大 但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头部上面是使用了15个分件 零件是分的非常细的 像头部侧面的两个白色的部位 还有眼睛瞳孔的地方 包括嘴巴张开了之后 里面的上下额的牙齿以及下面的舌头 全部都是用独立分件的方式来还原的 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 在眼睛处的地方 虽然说不像之前的初尔基那样 用了多次呈现的技术 但是也是用了上中下三块的独立分件 三块夹在一起的零件非常小我手都抓不住 装完了之后的效果 我觉得是完全不输多色成型技术的 效果还是挺好的 然后在产品当中还有两个非常小的零件 这两个是眼罩 就是三号机在运输的时候 可以把两个眼睛给遮起来 保护眼睛的两个小零件 也是有所附带的 可以把它卡在上面 还原出一个运送的过程 然后刚才有说过这款产品 从头部以下的位置开始 全部都是和之前的零号机是同模换色的零件 但是三号机和零号机在身上 有部分外甲的地方颜色是不同的 二级系列的产品肯定要还原出完美分色 所以说在颜色不同的部位上 是要做重新开模的 所以说在这款产品的废件当中 有一部分零件是形状相同 颜色不同的 比如说像大壁处的这一块白色零件 如果你觉得白色不太好看 你不太喜欢的话 你可以完全无视设定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黑色零件给它换上去 相同的例子在身体其他地方也会有 像肩甲上面这块三角的地方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 都是可以有其他的另外一种颜色 可以选择的 这也算是一个隐藏的拓展玩法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可以进行一下替换的 同模换色的产品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之前产品身上会有的一些问题 在这款产品身上依旧还是会有所保留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进 比如说像大壁处的地方 这三个零件是分开的 在平转手臂的时候 经常会造成大壁零件的脱落 关于这一点的话 要么就是把这三个零件全部用胶水沾死 要么就是你在大壁平转的时候 把手稍微往上捏一点 把大壁的零件三个零件 全部都一起捏住一起转的话 可以有效的缓解关节脱落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裆部的地方 二级系列EVA的产品 裆部是非常松的 经常会发生一个位移和脱落的问题 但凡是买过二级系列EVA的产品的小伙伴 应该都会有这个体会 对吧 关于这一点的话 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大家在把玩的时候 在运动腿的时候 不要两条腿同时进行转动 这样子的话 就很容易带着当中的髋关节一起转动 如果你要踢腿的话 先捏住一条腿 再捏住裆部零件 先踢一条腿 再踢另外一条腿的话 就可以很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还挺好用的 除此之外 身体其他部位的结构 就和同系列的其他产品差不太多了 像肩甲上面 会有一个藏小刀的舱门 可以展开的 里面确实也会有两把小刀 然后背后的舱门的地方 也是可以展开 包括里面的插入双按 也是可以拔出来插进去的 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真正有问题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款产品 无法还原出使徒的状态 三号机最深入人心的状态 就是背后长出两条手臂 然后和初号机对决的镜头 对吧 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能还原出来的话 三号机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我觉得即使是不给我们四条手臂 也应该给我们一个驾驶舱 被封住的特要件 有特要件的话 其实整个效果也能好很多 但是连特要件都没有的话 说实话真的是差点意思 除了本体之外的其他配件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 首先就是背后的旗带电缆 然后还有一个板枪 这些枪都是和以前的产品 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替换手型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有两把拿在手上的震动粒子刀 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整款产品的话 基本上除了头部之外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同模换色 这款产品真正好玩的地方 是这块盾 这块盾是挺不错的 因为有了这块盾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巫岛作战的状态了 这块盾来仔细的看一看 首先这块盾的体积是非常庞大的 高度和零号机是差不太多的 可以把整个零号机都藏在盾的后面 当然本来就是这么用的 这块盾的细节 我觉得设计的还是挺不错的 主要就是里面这块灰色的零件 如果刚才有看过 我拼装过程的小伙伴 就会注意到 这一块灰色的零件 即使是在正面 就是装完了之后 完全看不到的这一个面 在这一个面上 也会有非常多的细节刻画的 既然装完了之后 看不到为什么里面 还要做一些细节的话 我觉得主要就是为了战损改造所考虑的 因为巫岛作战的时候是开了两枪 第一炮轰过来之后 盾是会有一些破损的 那么外甲破损了之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 也会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就非常的精致了 然后在盾的内侧会有4个把手 这4个把手也实际是可以握持的 产品当中也会有附带 两个零后机专用的 握持盾牌的专用的手型 这样子空心拳的手型 和握刀手是不一样的 是握盾专用的 然后在盾的上面 还会有一个尖式的小窗 这个小窗是实际可以打开的 然后上面的这一块白色的小盾 还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分离 可以单独把这块盾给拆下来 单独当一块小的盾来使用 也是可以的 设计大家是挺好玩的 然后在盾的下面 还会有一个插在地里固定的钉子 这个钉子可以延伸一下 拉出来一点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一个防御的状态了 然后为了固定可以更稳固一点 产品当中还会有一个辅助的支撑 可以套在外面 就可以变成一个简易的支架了 即使是没有人握持的话 单独把这块盾放在桌面上的话 也是可以完成独自的站立的 展示的效果也是挺不错的 好的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这款产品 其实就是一款同模换色的产品 因为它不能够实现使徒的状态 所以说整体的可玩性是大打折扣的 这款产品当中唯一的亮点 就是会附属一块零号机的盾牌 这块盾牌的造型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细节做工也是挺好的 有了这块盾牌之后 就可以和之前的零号机和初号机 就可以实现出巫岛作战的状态了 那个状态我也是蛮喜欢的 可以说我买这款产品 就是冲着这一块盾牌去的 三号机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赠品 好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一天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